為何說到能夠謙卑的心是否真是好能呢? 如果我決意了,心裡經常告訴自己 其實我真是無可誇的 我的好處都是神來的 我都是因為神改變我 其實如果我自己編行紀錄 我靠自己根本一定會唸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所誇的就是我的軟弱 人們總是會自己彈出一些好東西 而神是如何改變我 而所有的恩典 雖然當我信服祂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拿著祂的恩典 所以我們的信服都是無可怕的 如果一個人經常都在這種狀態 他就會容易保持在一個謙卑的狀態 但這些驚悟的位置最困難就是 他在你知道的時候會出現 所謂為例子 譬如我們幫了人 或者我用另一個例子 譬如現玩建者 例如現任教堂的房子 而這個人能夠不出聲,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他可能也要出聲,因為他總是要有個過程 但他不會宣揚給其他人 他需要給了奉獻,他需要那些人知道 除了之外,沒有人知道 而這個人能夠說,這個是神給我錢 我就落在主的身上 而他一句都不出,他不是將要高舉自己 或是他幫助別人 我們總是會分享,我們幫助別人都會分享 但分享的時候,這個心是他知道,神知道的 亦有時外人知道,因為他說的語氣我們會知道 但有時,因為基督徒內都會學會一種謙卑的驕傲 牽卑得來,又帶有些些驕傲 其實很辣烈的驕傲 是的 我是這麼多個老和之中是最難的一個 是的 是的 還有什麼時候做準備有事呢 不是自己想驕傲 而是旁邊的人可能受了恩惠 或者在幫助裏面,他想分享的時候 無形中好像推了你,擺了上來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很自然的對應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要學的 是的,立刻心裏面有人說 神啊,多謝你,都是你提醒我 以至我能夠祝福人 神啊,是你的恩典 在那些時候都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印象,記得沒有 以斯拉米說,上天台見到我的生命上 那個時候,在這個時候上,像基督徒冊 我立刻上台去回應,我說其實我不配 我真的,我真心覺得自己不配 我真的覺得是神的恩典,以至我能提醒 但我都是說,我跟你一樣都是要繼續處理 但我是會,不想人不會以為我從頭到尾都這麼好 不想人不會以為我真的做得這麼好 而我告訴大家,其實我是軟弱過很多的 但神就是提醒我 那我想問,其實做釋放會是幫助我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個火候來的 我會否放錯 那我會分辨兩種釋放 一種是靈的釋放 一種是靈的釋放 一種是靈性和生活的釋放 兩種是不可以取代的 因為有些人以為靈性釋放會解決一切問題 那就是祈禱了,神明的驕傲走 那些假謙卑走,絕取神的榮走 是否祈禱那些驕傲走 因為他一定要處理 但當一個人的驕傲真的很強烈 那時候你覺得驕傲帶來生命的影響 或者驕傲帶來的邪靈 是有時會有反應的 有些人以為這樣就釋放了 這是一個明顯的彰顯 但當中仍然有這種驕傲的仇文 他需要在裡面處理 所以需要教導和應用 就是我們越驕傲 第一,我們什麼都沒有 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越驕傲就什麼都沒有了 你做得好很多,你驕傲也沒有了 那何必呢? 那時候就告訴自己 我真是去驕傲一身 但有時會有這樣的 我要驕傲為了得到更大的賞賜 這是沒有錯的 不過呢 如果我的心就說 我要很大的賞賜 不過我要達到要驕傲的 就變成驕傲是一個手段 有時有些人會這樣 我很想我的事物 真是很大的賞賜 所以我要做到什麼程度呢 我大的賞賜 有時會變成驕傲在自我 雖然聖經也會用賞賜 作為鼓勵我們 但賞賜是神給我們一個鼓勵 但我們不應該是經常 我做每件事 我這次有賞賜就是神 我這次有內 下一次我這麼辛苦 應該有吧 這樣的心態又是一個問題 神的修理想我們怎樣 神很歡喜的 我很樂意去做 這樣的心態 就不要說 神啊 我又做了一件事 你記住吧 牧師 但是我想問一件事 我自己跟神說 神啊 其實呢 我今年都做得很好 我今年都很盡力 其實你可不可以獎賞我 但是我 那頭想完之後 神呢 就 嗯 就是有一個回應 嗯 可以 但是呢 在我結果裏面 是即時 有這樣的回應 給了 即是有一些的 譬如可能在賢獎裡面 就會有一些獎賞給我的時候 我會很開心 認同了自己 我跟這個神 都知道的 現在獎賞我了 我很開心 但我在裡面 是正常啊 還是這樣 去拿這些的認同 有時候都會這樣問自己 我就會問你 你有沒有信心 神一定認同你 有沒有信心 即是你是不是需要 神做一些行動 你才覺得神認同你 我以前會是這樣想的 我以前很想上帝 是確定我做的事 會是喜悅的 那你現在呢 我現在就是我做什麼 上帝 即是說 當一個人真是深信神的愛 和接立的時候 我知道神會 即是怎樣 祂會給我們 認可給我們 去確認我們 或者有各樣的 賞賜 果效 隨著我們 但當我們人 好像要靠這些 神啊我的事 是否乖了呢 麻煩你給我看 讓我知道我才是乖了 其實我們就 另一個問題 就是缺乏信心 即是對於神的美善 缺乏信心 如果我們在神裡面 完全鬆散 神經常都愛我 根本呢 我知道我未做 我有兒女身份 神已經愛我 當我一做的時候 神已經開心到不得了 所以我很樂意去做 但是呢 我又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誇 都是神的工作 這樣人就會很鬆 即是經常都很安全 我當時的心情 是好像一個小朋友 去爸爸面前 爸爸做得很好 我也很想 對爸爸 你給我一個Yes 但是我的心情 或者在他生命的處理上面 是否很計較 那份禮物 我又覺得不是 只不過我很想 爸爸去疼我的時候 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我沒有信心 還是我 在那刻裡面 需要神的愛更多 這件事實際上 第一 我很欣賞你 這麼坦白 什麼都說出來 很坦白 很特別 我自己聽 我聽下去 我覺得 是有點像小孩 那樣的 是啊 爸爸 你是否真是神父 對 這種心 就應予在天父身上 那這個 你也可以說 是很可愛的 神也喜歡我們 跟他這麼真誠 但我又會說 他不會是在父母 得不到安全 你很想 在神那裡想得到很好 但是我覺得 最好是怎樣 就算我看不到任何的跡象 我都深信神 我這樣的時候 你的安全感 就是最高 你的情況 其實都是很好的 因為你會撒神 都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一個位 就是說 有沒有我都開心 是的 我已經知道神是很喜歡 因為從聖經 我知道神是很起源的 於是我就很安全 安全感 都有不同的層次 有些人是怎樣 每一次神幫幫他 那他就很有安全感 那這個是 都是好的 為什麼呢 他 看重神 給他安全感 這個是好的 這個問題 如果反過來 當他事情不順利的時候 或者他侍奉完 然後被人罵一身 那他就可能會懷疑 神啊 是不是我做錯了呢 神啊 是不是我方向不對呢 會有這樣的擔心呢 就是說一個 初層次的安全感 就是 如果神有做任何好事 我就會感激神 這個應該起碼有的 是不是 但是再高層次呢 就是說 我對於聖經所說 歸神的認同 我完全相信 我知道神真的很疼我們 很喜歡我們 所以我 未做 我已經知道神很喜悅 我做的時候 神又很喜悅 所以我心 整天都很鬆 在這種安全感 就算有天我們受迫白 都會很危險 有一天我們真的被人捉了 受鞭打 受各種殘忍的刑罰 到最後死的時候 都說 不要緊要 為神而死是有福的 因為神知道了 我完全是很有信心 神是喜悅我所做的 雖然人們不激笑 他會用各種方法 耶穌比較喜歡你 喜歡你 現在也不用死了 有時候有些人會用的方法 但我們也有這個堅定的信心 就是環境去到很差 但不是每個人去到這個層次 而那個是由聖經的因去 因為聖經的因是永不改變 但人的經歷是會改變的 而且那件事情的果下會改變 人的回應會改變 有些人就說 人對我接納 我就會安全感大些 當事情不順利的時候 那個安全感就低了 那去到一個位置 其實怎樣去到一個位置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安全感呢 聖經也說了一句話 《華厚福音十六章》 《用神跡除弱,正實所存到》 的而且作為神的神跡 是證實聖經的話語 讓我們知道聖經所說 他在我們前後環繞 我按走我們身上是真的 讓我們知道神跡除弱 讓我們知道我們有權力 聖國者 也有祈禱有病得醫治 這些就是聖經說 然後由我們的經歷 神跡歧視在我們生命中 確認這些事情 當一個人經常走在神的路上 他這個確認越來越穩固 越來越穩固 到有一天 他就算沒有這個確認 他也能夠確認穩固 而神跡歧視是confirm神的懷疑 所以我們的信心在神的懷疑 到有一天 就算沒有神跡的時候 我們依然相信神的應是一集的 不認真 閒情 怎麼會 來自神的情報 我可以看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